罗振宇最近又出现了 他又重新出来讲这个历史知识了 他搞了一个特别浩大的历史工程 叫做罗继思维文明 这个工程有多浩大呢 他要用一周一期 用一年一年的时间 从一零零零年讲到一九一二年 也就是说呢 要做九百一十三期节目 每周一期 大家可以算算 这是个几十年的浩大工程啊 确实是个大工程 从公元一千年讲到公元一九一二年 而且颗粒都极细 每一年讲一期周更的形式 我以为啊 因为罗振宇在这个国内 是以搞这个经济光明论为主的 我以为他的YouTube做这个节目呢 也是要搞这个经济光明论 大汉族主义啊 中华文明光辉论啊 这些东西 所以之前在Discord 他发这个预告之后 我在Discord社群就发了一个月 我说啊 如果罗振宇敢在YouTube上 搞这些没有意义的虚假知识啊 他做一期 我骂一期 做一期 我批判一期 所以我之前发了这个愿 那么在二月底呢 罗振思维就推出了 他第一期 文明一千 就是讲一千年 中国宋朝故事的第一期啊 这期很长 有五十多分钟 所以今天呢 我就是来还这个愿的 既然我发愿 要做一期 骂一期 我这期呢 就来讲讲 罗振思维 这个文明系列的开篇之作 大家好啊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 审时主查节目 这期节目比较特别 不属于我们之间的系列 而是我做这个 罗振思维节目的 reaction这个系列 好 废话不多说啊 我就来讲讲 罗振思维这个第一期的节目啊 这期节目如果你要问我的感觉呢 这五十多分钟 我的感觉是非常的平庸 就是这个故事很平常 没有讲出什么特别的东西啊 不管是故事本身 和他本身的阐述 都非常的平庸 我大概给大家讲讲啊 这五十多分钟节目 说了个什么事情 首先我的评价是 这个节目完全不值得看 你们不需要为了 听这期节目去看 罗振思维那期啊 不值得 我花一分钟给你讲完啊 罗振思维这期讲了什么 主要的史实故事 而且我感受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缩略 这一分钟 可能不到一分钟 能够完整的讲完 他的历史史实是什么 关于公元一千年啊 罗振宇讲了一个 过于简单的历史故事 什么故事呢 宋朝的第二个皇帝 宋太宗赵光义死后 有四个人发起了一个政变 就是太后宣政史 参政之士 知之告 四个人 希望废除宋太宗立的太子 另立一个新太子 这是基本事情 这时候呢 站出了一个人 互不是狼 同中书门下平章 是吕端 吕端呢 这个人就是罗振宇 这期故事的主人公 吕端呢 及时识破了 他们四个人的阴谋 并加于阻止 促使啊 这个宋真宗 能够顺利继位 好 完了 五十多分钟 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非常简单 好 那么透过这个故事 罗振宇希望 阐述一个什么样 精妙的道理呢 他主要讲的这个道理啊 他这个标题啊 叫做 宋代如何走出五代阴影 就五代时国的阴影 所以罗振宇想说的呢 就是啊 这个治乱循环 宋朝如何终结了乱局 他把这个故事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太后等人 一部分是吕端 那么太后等人呢 还是在延续五代时国 混乱的继承传统 就是继承秩序是很混乱的 而吕端呢 是另一部分 吕端呢 就像是维护了 正统的继承人秩序 让王朝啊 可以得以稳定 所以说呢 他是中国文明历史上的 一个巨大的英雄 吕端呢 相当于就维持了 王朝继承人正统秩序 拨乱反正 这么一个故事啊 也很简单 就这个道理 没有任何别的了 我敢保证 他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通过这个故事 他想讲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但通过这个道理呢 我其实有点不知道 为什么我觉得很平庸呢 第一这个故事本身并不复杂 第二呢 这个道理本身也不复杂 而且我有点不知道 通过这个道理 对于我们今天 一个2024年的人 他想说明什么呢 这罗振宇是想影射 某人搞乱了中国的 这个继承秩序吗 第一啊 我觉得他不敢 第二呢 我觉得罗振宇 其实也没有这份心 第二啊 其实进入了 现代的文明社会之后 王朝继承人秩序 这个事儿 其实也不是 这么先进的事儿 他甚至呢 是历史上特别臣服的东西啊 我马上今天就要剪出来的 这个光荣革命 第六期讲光荣革命 洛克在政府论中啊 洛克就是光荣时代的人 光荣革命时代的人啊 洛克当时就说 英格兰君主治 从来就和普通法捆绑在一起 特别是他有责任 保证国王在加冕礼上的宣言 还有议会肯定有权利 不止可以判断 这些责任履行的程度 还要束缚 统管 限制 监管 并管理王位的流传和继承 所以对于现代社会来讲啊 王朝继承 是不是能够符合 一个原则和皇帝本人的意志 很重要吗 不重要 事实上 即便在君主立宪制国家 议会本身能够决定 并且限制和监管 王朝的流传继承啊 才是真正现代社会的争议 所以说这一期 我并不知道罗振宇到底想表达啥 故事也很平庸 他的观点也非常的平庸 这个坚持啊 一个贤像 维持王朝正统 哇 我觉得这个故事放在五四时期 都太酸服了 放到2024年 一个贤像维持王朝正统的故事 实在是太过酸服 好 对于他的批判就到这里啊 那我来讲讲我想说什么 其实我通过这一期呢 我还是想给大家表达一下 就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历史 一个历史视角是什么样的 就罗振宇呢 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 我觉得这个示范呢 就是初中历史教科书水平 那我来 我来给大家讲讲 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以及我们其实该怎么看待这段历史啊 我们以这个作为例子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 第一 罗振宇呢 有一个最粗浅的历史错误 就是呢 他完全用2040里面的叙事 来当做证实 来论述其历史价值 这个是完全非常初级的一个错误啊 24史我们知道啊 就中国历史上的官修正史 24史史在前四史 就是到后汉书之后的部分 其实是越来越迂腐 越来越平庸的 其中呢 其实就是以宋史为最盛 罗振宇这期节目 几乎所有的细节和叙述啊 都是来自于宋史 宋史是什么时候修的呢 我们都知道啊 从后汉书之后 是后朝修前朝史 所以宋史呢是元朝修的 宋史啊 其实是1343年 由元朝的成像 托托和阿鲁图先后主持 修订的 但我不是说元朝的人 没有能力来修中国史水平差啊 这个水平差的主要原因呢 他是特别仓促写旧的 所以宋史的水平 在二十四史里面是比较差的 第二呢 宋史本身受到啊 宋朝成诸理学 这个正统的意识形态非常强 所以宋史本身呢 也是意识形态色彩非常强烈 特别迂腐的一本史书 所以把二十四史论述内容 当作正史来看待 叙述它 希望通过二十四史的阐述 真正了解历史 得到历史价值啊 这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初级的历史错误 更不用说啊 你说二十四史里面论述的事情 有没有发生过 可能发生过 就比如说 这个宋太宗在逝世之后 这个权力的变动的颠簸 有吗 什么有 但里面的一些细节是不是史实呢 其实就更不可信了 比如说罗振宇在里面啊 论述到的吕端这个成像 就是男主人公 如何错办阴谋呢 他用一把锁 锁住了这个当朝太监 就是宣正史 然后靠这个嘴顿功夫啊 说服了太后 保住了这个宋真宗的皇位 我们知道啊 二十四史本来就够于福了 这里面的这种历史事件 就是宛如就在现场一样的细节 其实是最不可信的 所有这些细节啊 大概都是为了体现正统思想啊 体现正统原则而编造的 引用这些史实细节 其实就很糟糕了 更不用说啊 从这些史实细节作为事实展开 比如说罗振宇通过这个细节 他想说明什么呢 他想说明啊 政变本身非常儿戏 竟然被一个老成像用一把锁和嘴顿 就解决了 本来这种历史事实就不可信 你说他再分析啊 就更荒唐 那他怎么分析的呢 他说为什么政变非常儿戏呢 就说明啊 当时的人对于继承秩序非常荒耻 完全不在意 政变的才会如此儿戏 更显得屡端之身一人 抵抗政变 这个大义凛然啊 维护皇权正统的高大 所以基于二十四史杜撰细节啊 来进行分析 来得出对当时历史时期 人们对于这个整个继承秩序的荒实 我觉得这是荒唐加荒唐啊 荒唐上加荒唐 所以本身呢 罗振宇他的引用和对于历史事实的采用和分析啊 我觉得是完全不足取的 好 那我就来讲讲 如果我来说屡端和这段历史 我会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讲 第一 我们就来说说啊 罗振宇这个初中历史水平呢 并没有告诉你的 或者说他其实知道 但为了构成这个简单的酸腐的儒家故事啊 他故意省略的事实 在罗振宇的叙述之中 这个宋太宗赵光义死后啊 皇后等人找来一个人 顶替真正的太子来当太子 在罗振宇的叙述之中呢 皇后他们找来这个人就有一个特点 岁数比较大 所以皇太后的意思呢 皇后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年岁比较高 所以由他当太子更合适 但是真的如此吗 完全不是啊 罗振宇完全没有讲这个人是谁 但其实呢 这个人大有来头 这个人呢 是宋太宗的长子赵元左 而且最早呢 他就是太子 所以说 这可不是随便找了一个高年级的人来当哦 也就是说 皇后他们找的就是原来的 被废掉的原太子 这个赵元左 最正统的太子来当 那为什么赵元左最开始是太子 后来又不是了呢 因为他卷入一个案件 卷入了赵廷美的案件 声称啊 他卷入赵廷美案件之后 精神失常 机场因病伤人 后来呢 还在宫内纵火 所以说被废太子贬为庶人 这个也是说啊 二十四史之中 细节不可信的部分 就是他为什么被废太子呢 因为他已经封掉了嘛 他伤人 他还纵火 他当然没有办法当太子了 但其实二十四史之中 一般编这种细节啊 就是为了去论证 废掉他的合法性 像什么风火戏诸侯啊 谁谁谁 都被荒淫一样啊 一般啊 都是为论证他 得不配位 来编的细节 为了废掉他 找合法性啊 那为什么废他呢 是因为所谓的赵廷美案 好 我们就来知道一下 什么叫赵廷美案啊 这个是真正有意思的部分 赵廷美是谁 是宋朝开国皇帝 赵匡义的四弟 他们家呢 一共有五个儿子啊 有两个人早要 最后活下的是三个 分别呢 是宋太祖赵匡义 宋太宗赵匡义 和死掉的这个赵匡美 他们其实都是匡自备 但是因为赵匡义当了之后 为了避他的会 两个人就改为赵匡义 和赵光美 结果这个赵 这个赵光义 也成了皇帝 为了避会 他就改名叫赵廷美 就是中国古代 这个腐朽 非常迂腐的 这个避会制度啊 就是明慧的避会制度 所以这个呢 是三兄弟 所以说这个原来的太子啊 卷入了他最小的 这个弟弟的一个案件 我猜啊 很多听我节目的人都知道 从赵匡义 到赵光义的继位 本来就是中国历史之上 一个非常巨大的公案 也就是说 本来中国的皇朝继承啊 是这个父死子继 但在赵匡义和赵光义 两兄弟之间呢 是这个兄中弟级 这个是不合常规的 在当时啊 是因为有一个金会之谋 我们之后会细说啊 这个是假的 后来很多人认为啊 是这个宋太宗赵光义 杀死了赵光义 来得到皇位 所以根本就得位不正 这个事件有没有发生啊 其实当然我们现在 没有办法证明 但我们知道的是 发生的不只是一件事 之后呢 怪事还街外连三的发生 赵光义本来就得位不正 很可能因此杀了赵光义 之后呢 赵光义还有两个儿子 赵德昭与赵德芳 赵德昭与赵德芳 都没有善终 而且呢 都跟赵光义有关 在赵光义争讨辽朝的战斗之中啊 宋朝溃败 而且亲真的赵光义呢 还失踪了 因为兵败 当时在朝堂上啊 就很多人提力来拥立赵光义的长死 赵德昭为皇帝 因为这个事呢 大大得罪了赵光义 那这个赵德昭是怎么死的呢 啊 后来啊 赵光义就回到了这个 因为这次大败之后 就回到了 回京了 回京之后呢 赵光义迟迟迟没有封赏啊 出征的官兵 赵德昭因此啊 就向他觐见 认为应该先行封赏 他就训斥赵德昭啊 说等你将来做了皇帝啊 你自己封赏他吧 因为这个话分量很重 赵德昭啊 惊恐之下 就自杀了啊 本人史书上说 是自杀了 这个时间呢 是新国四年 注意啊 这赵光义继位四年之后 发生的事情 两年之后 赵光义的二儿子赵德芳 赵德芳呢 都没有说原因哦 就突然暴毙 睡了一个觉 就再没有醒来 这个呢 是新国六年的事情 也就是说 赵光义得位 第四年和第六年 赵光义的两个儿子 都以非正常的方式死亡了 好 至此啊 开国皇帝 赵光义的直系男性亲属呢 就完全断绝了 就在这一年 金逵之盟被拿出来了 所以 金逵之盟并不是赵光义 得位的一年 就被拿出来的 而是他得位的第六年 才由丞相赵普说 当时给了我这个 现在我把它拿出来 所以因此啊 就是历史学界 一般认为金逵之盟 是伪造的 好 这个时候赵普 为什么突然拿出 这么一个玩意呢 肯定是他自己捏造的 就是因为啊 这个赵光义得位不正嘛 而且啊 还杀死了赵光义的两个儿子 疑似啊杀死了 所以肯定大家对他的疑惑更多 就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丞相赵普还被告发了 这个卢多逊就告发 赵普这个人当初 他就不想立宋太宗为皇帝 所以宋太宗呢 开始疏远他 因为这个原因 赵普 为了从得宋太宗的信任 捏造了金逵之盟 为宋太宗的这个得位 提出了一个正当性的证据 而在太平新国七年这一年 丞相赵普就告发卢多逊 与谁呢 与赵廷美 就是赵光义的弟弟暗通 图谋不轨 所以这个时候他反将一军 将了这个卢多逊律 而且呢 拉下了赵廷美 这个东西呢 宋太宗肯定是喜欢的 为什么呢 因为金逵之盟 讲究的是兄中弟弟 那么按照这么来说 如果赵光义死后 是为谁继位呢 其实就应该赵廷美继位 所以他的弟弟赵廷美 这时也威胁到了 赵光义本人的继承秩序 所以当赵普反告 卢多逊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呢 卢多逊与赵廷美 可以说是一网打尽 最后呢 这两人啊 都落得一个不好的下场 赵廷美呢 就是赵光义的弟弟啊 最后呢 被流放而死 就因为这个原因啊 赵光义 你看啊 这个人 宋太宗赵光义 很有可能杀了自己哥哥 自己哥哥的两个儿子 和自己的弟弟 前后四年时间 三四年的时间 干了这么多可怕的事情 好 这个时候 我们把故事中 另一个主人公 赵元佐要拉进来了 赵元佐自小啊 和这个他的叔叔 赵廷美关系就不错 所以当赵廷美 被贬流放之后 赵元佐是希望 去营救叔叔 赵廷美的 但这个时候呢 肯定极大的触怒了赵光义 所以说从这之后 就有他什么发疯啊 焚烧宫廷啊 贬为庶人的故事 所以说 在赵光义死后 我们现在来重新审视啊 赵光义死了 现在太后等人呢 希望重新拥立 赵元佐为太子 所以明白了吧 我不会说 他们在拨乱反正啊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 他们似乎 太后这些人 想纠正 赵光义一朝以来 所犯下的诸多的错误 其实有点像这个汉初 继承秩序的故事 很明显啊 这个事情前后发生的事情 跟什么五代十国的残酷 没有关系啊 相反 和赵光义本人的残酷的 权斗逻辑啊 可能关系更大 而太后这些人 其实并不是在 罗振宇的叙述之中 像反派一样啊 他们想重创这个 继承秩序 实际上真正重创 继承秩序是谁呢 是赵光义 在整个故事之中啊 赵元左 看起来才是那个 真正有一点点啊 真正良知与同情心的 那个人 好 讲到这里啊 我们大概知道 皇后等人 为什么要找赵元左 这个原本的太子 来继位的事实了 所以说很明显啊 这并不是一个 什么五代十国 继承秩序荒池啊 这个旅端 出来匡扶 这个正义的故事啊 赵元左听上去更正统啊 好 那我们就来说说啊 罗振宇故事中被他描述为 贤像的吕端 他的故事 吕端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 他是罗振宇描述这个老臣持重中心的 一个士大夫形象吗 我认为这个还是初中历史课本啊 明君贤像故事的范本 怎么会讲这种故事呢 其实吕端本人的出身和他的行为动机 是一个很值得讲的 也是其实我们可以去理解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啊 在中国历史之中啊 唐宋之期还是门阀大家族 吕氏 就是当时门阀大家族的一个典型 吕端他们家是幽州安次地方的吕氏家族 从唐末以来就一直是高官后禄 他们家这个祖父辈吕衍 在唐末是苍州的节度判官 节度判官就是节度时之下的 像次节度时一样的大官了 他的儿子吕齐 当时啊投靠了晋王李存茂 后堂建立时候呢 在后堂和后晋啊 任到兵部侍郎金子光禄大府的高位 这个吕齐的儿子吕于庆 在宋朝之初任了开封府的师事 开封是这个宋朝的都城啊 开封府的知府也当到了户部侍郎 宋太祖赵光义啊 为了制衡赵普用的呢 就是这个吕于庆 吕端是谁呢 就是吕于庆的弟弟 吕齐的儿子 就是罗振宇讲的这位贤相 首先啊这位贤相根本就是大门法家族 其次他本人跟赵廷美 就是被流放而死啊 这个赵光义的弟弟 其实颇有渊源 赵廷美以前啊 任过开封府尹 就是开封府的府尹 吕端呢 当时就是开封府判官 就是诸神的这个 跟他的这个吕衍当的职位一样 有点像基督使判官 但是也没有基督使了 就开封府判官 在任上啊 就因为一件这个 被记载为是这个贪污的小事 被罢官 但实际上我认为 极大可能是牵扯进了赵廷美案 被贬官 所以他本身就与被流放之死的赵廷美 颇有渊源 不仅如此啊 在整个赵光义的权斗过程之中 吕端还第二次涉入 被贬官之后呢 吕端再被重用 任命为许王赵元席的 开封府尹的时候 在任开封府判官 赵元席是谁呢 是这个赵元左的弟弟 也就是说你看赵元左是因为赵廷美案 被罢了的长子 之后的宋真宗是第三个 二子就是这个赵元席 按理说赵元左被罢免啊 那赵元席就会被逮捕成为太子 所以赵元左被废之后呢 这个赵元席啊 又一直得到了这个宋太宗的后爱 所以认为他很有可能就是太子 但其实并没有策立他为太子啊 就有很多大臣上书希望立他为太子 结果导致宋太宗认为是要逼宫 逼他换人 勃然大怒 最后呢 赵元席不幸病逝 在追查过程中啊 又发现赵元席有一些不轨之事 所以太宗大怒 要排查去株连赵元席的那些蜀官 蜀官第一个是谁呢 就是吕端 因为赵元席任开封府尹啊 吕端是开封府判官嘛 所以第一个就是他 所以他再次被罢官啊 再次被贬数 所以说啊 吕端本人啊 就是宋太宗喜怒无常 全数是直接受害者 而且这两次他被罢官之后 都能被再启用 如果我们对中国古典历史有了解啊 说明吕端呢 并不是真正的 就是有心辅佐赵廷美和赵元席 所以从这个情况之下 明显在赵廷美和赵元席一边的赵元左 如果真的当皇帝 这个吕端有好下场吗 我认为啊 如果赵元左装皇帝啊 这个吕端基本完蛋啊 可能会落到一个非常惨重的下场啊 所以吕端非常有足够的动机 让宋真宗继位 而非赵元左 我觉得这个呢 才是真实可信的历史啊 而不是他是一个铁尖刀殿 单道义的贤像 所以历史本身的脉络和故事 是有很大不同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认为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可能 因为我们讲到啊 吕氏是幽州的大族嘛 但在北宋初年的时候啊 其实幽州已经并不属于中国了 在后进的时候啊 幽州就被弃丹夺取 这个宋太宗的时期呢 就北伐幽州失败 而且是溃败啊 北宋跟辽国的这个态势呢 就由功转手了 而宋真宗的幼年呢 就以这个善打仗 喜欢打仗为著称 所以说吕氏作为幽州大门法啊 是不可能不想收复幽州的 所以拥立一个比较看重军功的皇帝啊 我觉得也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他拥立这个宋真宗上位 也可承认宋真宗在军事方面呢 更有决心 当然宋真宗就是立抗出了很多大臣 消极不抵抗的这个决心啊 与辽国打了一仗 最后迁进禅渊之盟 开启了宋辽百年的这个和平时代啊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啊 当然啊 我给大家说了 这个中国要再多 这要在什么时候才能够收回幽云十六州呢 其实要到四百年之后 明朝永乐年间 这个汉族人才把幽云十六州 重新纳回汉族人的版图啊 当然啊 我觉得这个动机 前一个动机啊 就是吕端为了不让赵元祖上任 因为怕被报复啊 是最有可能的 但是吕端为了收回他的老家 这个幽州 呃 拥立宋真宗 我觉得这个猜测的意味比较强 但无论如何啊 都比他是一个 呃 铁尖单道义的 咸象 传统儒家士大夫 要更加的可信 好 这是我对于宋朝历史的一个论述 实际上我们 真正去研究历史 肯定不能靠二十四十论述啊 更多的是靠这些 历史事实去勾连当事人 很可能的一个动态和动机 呃 这个是更有意义的历史研究的方法 好 我来说个更有意思的事情啊 就是吕端 我猜啊 听这个节目的人 我猜99%并不知道 吕端这个人 他在中国历史之上是平平无气的 就像我说 吕端本身的故事非常的平庸 从他故事里得到的 观点和价值也很平庸 他一辈子没有做什么事情啊 没有做什么真正有价值的 有意义的事情 那这个人 但是在近代历史之上 其实又很有名气 被人知晓 他是怎么被人知晓呢 在这一点上 我们这期节目 竟然还关联了 我们最近改开的节目 有意思吧 吕端这个人有名啊 是因为诸葛亮和他的病治 在我们的近代史上 他是什么时候被提及的呢 他是毛泽东提及的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1962年的时候啊 赠给叶剑英两句话 叫做 诸葛一生为谨慎 吕端大事不糊涂 好 这是吕端这个人 出现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时机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吕端在茫茫的历史史上 这么多成像之中啊 被摘取出来 成为一个有一点点 值得关注的事情 那我们就来讲一下 1962年有什么特殊 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叶剑英 用诸葛亮和吕端来比喻他呢 这句话的背景啊 我们要放在中共八届 中央全会的过程中来看 八届全会啊 是非常特殊的年份 就是从大跃进 到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期啊 八届八中全会 你看啊 毛泽东赠给叶剑英 是八届十中全会 那么之前啊 1959年 八届八中全会 就是著名的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的结果呢 就是被以彭德怀为首的 所谓的反党集团啊 彭德怀 黄克城 张文天等啊 进行批判和清洗 大跃进之后的大清洗啊 就是从八中全会 庐山会议开始的 那么跨过 夸奖叶剑英的十中全会 到十一中全会 1966年 十一中全会呢 就是文革的开始 毛泽东在十一中全会中 写下了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开启了对于刘少奇 和邓小平的揭发 所以说 整个这个时期 正是大跃进之后 毛泽东的核心统治权 受到巨大的质疑 和挑战的时期 所以在六二年 十中全会啊 赠给这个叶剑英 诸葛一生为谨慎 屡端大势不糊涂 肯定是敲打叶剑英 其实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就是忠诚 以诸葛亮和吕端 作为对于领袖 对于皇帝忠诚的典型代表 成为近代史上啊 毛泽东所使用的 对于皇权于中的 腐朽儒家文化代表的典型 所以吕端获得 这个历史上的重视啊 包括进入近代史 就是这一点 所以说 其实毛泽东使用吕端 来赠给叶剑英呢 实际上也是在说啊 屡端这个人啊 有真正的忠诚 但这也很讽刺啊 就毛泽东逝世之后 叶剑英马上联手这个 其实不是联手邓小平 更多是联手画高峰 就斗倒了四人帮 所以说因为屡端在近代史上 有这个鱼中的腐朽典型啊 被作为毛泽东赠给叶剑英的这个话 我就更不懂罗振宇 这个时候吹屡端的原因是什么了 就难道罗振宇现在要吹 中国当前的人要有这种 对于领袖和皇帝的愚忠吗 这个意义何在呢 就如果罗振宇真要吹这一点啊 何必绕这么大个弯子呢 对吧 如果要搞两个维护 可以搞得更直白 更明显一点吧 这个弯子我觉得绕的有点太远了 好 所以我做个简单的结论啊 就是我罗振宇搞这个 要搞好几十年的这个盛大功臣啊 叫这个文明 我的感觉啊 就是罗振宇真的是 智大才书的一个人啊 他的历史水平和他的学识水平啊 完全支撑不起 他要搞几十年的这个文明 就如果他对于中国历史的讲法 就是第一期的这个讲法和水平啊 我觉得还是趁早 不讲也罢 把人生的几十年 花在产出这样的这个知识垃圾上 意义确实不大 就这个 用这个知识水平 绝对支撑不了 以这个这么低的颗粒度 一年一年的讲中国历史啊 当然啊 我肯定不会和这个罗振宇死磕 就如果他这个文明节目 这么无聊的话 我可能也不会一期一期的 来批判去骂啊 很快应该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之后 如果他的哪期特别荒唐啊 值得来批判 我再来完成我的这个愿望啊 再来批判他 之后呢 我们就不一期一期的讲了 好 那这期节目到这里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我们有很多比这个重要的多的话题 在讨论啊 关于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改革开放 和老中关键的趣味等等等等的 希望你对这个频道呢 可以关注 点赞 开启小铃铛 并将这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 当然我的所有这个事情 能够做下来这么多的事情啊 包括文章啊 Podcast的 都是跟大家赞助分不开的 如果你也希望赞助呢 可以在这里看到链接 所有这个赞助 支持呢 不仅仅是视频 还有很多其他的服务 在show note里面 就可以看到其他这些服务 好 我们这一节目到这里结束 大家感谢相信 也感谢分享你的相信 你希望请不吝点赞助分不开的 请不吝点赞助分不开的 感谢观看